2011年的《翻滚把阿信》 以及2005年的《翻滚把男孩》 这两部电影让绰号喵导的导演林玉贤 获得了成功的掌声 不过其实在这两部成功的电影中间 也上演着导演自己的翻滚人生 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跟随林导演来到云林 一起体会导演的翻滚精神 还记得电影《翻滚把男孩》 这几张可爱的脸孔吗 这是2005年最赚人热泪的纪录片 周末假期导演林玉贤来到云林 要跟在地民众一起分享 国片的酸甜苦辣 每一段成就电影的瞬间 对导演都是记忆犹新 导演说 纪录片之所以有机会进入电影院 其实是来自于一场 户外放映所得到的热烈反应 让错号瞄倒的林玉贤 从此有了挑战大一幕的决心 纪录片让林玉贤出场成功的经验 马上大手笔投入剧情长片6号出口 但却因为票房不如预期 导致负债1000多万 为了缓债他跑遍全台去拍片 后来因为嘉宜一个众树的男人 让导演重新勇敢面对未来 就是我曾经不再相信梦想 因为我觉得梦想遥不可及 可是却有一个卢先生 他默默花了八年 一直默默众树 后来八年后改变了嘉宜的很多事情 重新站起来的林导演 拍出励志电影《翻滚的阿信》 票房再次获得成功 有小女孩观众跟导演反馈 他跟失业的爸爸一起去看了之后 爸爸因此对人生重新燃起希望 电影这种东西 它真的很神奇 那它如果可以因为一部电影 它改变了一些人 那我觉得 这已经超越票房或各种事情 尽管现场云林的乡亲 有点稀奇落落 但林玉贤说 这都是国片票房的希望 导演的翻滚精神 也在深刻的分享中 在观众的心中留下痕迹 新唐热鸟地电视 张佑鸣 陈毅文 卡曼云林参访报导